李佳琪对网友事件已经过去几天 但热度仍然不减 特别是他事后的道歉视频 被认为演技出众 并非出自真心 网友们纷纷制作整活视频反击 首先是流传甚广的粤语版道歉 把李佳琪的真心话都说了出来 更难得的是 配音完全对上了李佳琪的口型 哭都哭得有模有样 第二条视频将最近的两位热门人物 梦幻联动 游戏主播周树仪 因为和某绿帽说唱歌手恋爱翻车 在直播间嘴音反驳 和李佳琪道歉竟然十分贴合 第三条视频 作者通过巧妙的剪辑 将星爷电影片段 与李佳琪道歉片段完美融合在一起 李佳琪表演兴致拉满 我是李佳琪 今天在直播间 卡 加上一点泪光 好不好 Action 对不起我让大家失望 卡 你不是一个演员 情绪是由内而外 再由外回到内的 明白了吗 Action 那么大家觉得哪个整播视频最有意思呢 这次风波过后 大家还会去李佳琪直播间买东西吗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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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